这个女人被恶鬼下了诅咒 会连续倒霉八辈子 为了摆脱霉运 她找到龙婆帮忙 原来就在刚刚 都没开车不小心撞了个人 她匆忙下车查看 现在男人没了动静 东梅立即打电话报警 随后便要给她进行人工呼吸 不料这一幕 恰巧被路旁的一只恶鬼撞见 恶鬼想撑的男人还是热乎的 准备来个戒时还魂 不曾想 就被东梅随身佩戴的护身符挡住 随后恶鬼一路跟随东梅 来到了她的家里 恶鬼先是施法弄破了她和男友的合照 接着悄悄来到东梅的身旁 为了消除刚才的恶气 恶鬼对着东梅就是一番疯狂的言语诅咒 你这个臭伤 害得我投不了胎 让我来咒死你 倒霉倒霉的一定倒霉 上倒霉下倒霉 离倒外倒就是倒霉 早上倒霉后晚上倒霉 前倒后倒左倒右倒就是倒霉 完事后恶鬼闪身离去 果不其然 从隔天开始 东梅的运气便产生了巨变 正当他开车上班的途中 突然注意到后排出现一个男人 吓得他猛的刹车 可再一回头男人又不见了 东梅以为是患者并未在意 不料恶鬼又吹出一口汤车的口气 接着手机响起 公司的清洁工又传了一个噩耗 东梅所有的股票一夜之间全部停停 让他瞬间成为了富婆 随后东梅匆忙来到公司 然而诡异的是 汽车竟然自己发动了起来 东梅瞬间被吓得养了呆住了 随后他又匆忙约来了富二代男友 准备向他借个五百万周转 好让自己明天吃个早饭 善爱他的男友一口大意 可不曾想男友又突然改口 很明显男友一被恶鬼附身 给东梅气的坐在地上打滚放卖 不料竟将男友送他的护身符也扔了出去 没有了护身符 这下东梅算是玩犊子了 不出意外 回家的路上 东梅竟然遇到了鬼打墙 楼上的冰箱洗衣机疯狂造像他 好在东梅通过灵活的走位一一躲过 结果好不容易找到了出口 却被一块大高门拦住 东梅这才察觉到 自己是撞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于是他匆忙找到龙婆救命 第一 我想势而复得 第二 我要我女儿生活愉快 永远幸福 我叫运才童子来帮你 他什么时候来帮我 怎么帮我 飞机运轮船拖汽车拉 海路恐怖请自来 还有特快专地速递公司吗 随后东梅安心地回到家 很快门铃响起 东梅急忙前去开门 可外面竟刮了一阵怪风 门口出现一个超大的快递 东梅用尽浑身力气 才将快递拖进房间 然而当他打开后 一圈三连求关注 这个女人被一只倒霉鬼缠身 龙婆帮他请来 运才童子帮忙 东梅按照龙婆的吩咐 咬破手指 将血滴在这块烂塑料上面 下一秒运才童子出现 东梅问他有没有名字 小文说没有 于是东梅给他取名小文 小文有了小文的名字后 开心地在床上打滚 但突然他掏出一把手相 对着了东梅 你这个人 没气好重 我帮你打走他 打走他 坐下来 我有话跟你说 你这个人啊 好黑耶 额头黑呀 不会哦 那你看 哇 我帮你把他擦掉啊 搞定 就这样 恶鬼展示被清退 随后两人开始商量 发财计划 但东梅提起小文 千万不要靠近自己的女儿 以免吓到他 不料话音刚落 小文便闪现 来到女儿的房间 好在除了东梅之外 没人能看到他 哎 哎 哎 哇 你的脸怎么了 哎 哎 妹妹的口水 喷了我一脸 所以变成这样了啦 口水 怎么会是星星啊 哎 哎 哎 妹妹的口水 有阳气嘛 我心地晒凉 所以就变星星了啦 接着东梅 做了满满一桌的美食 请求小文 帮他搞一点点钱 我想你帮我搞点钱 很少的就够了 天饭 没想到爽开的小文 直接给他凑了一一整 两人开心地在客厅乱蹦 结果被女儿看见 还以为东梅脑子坏了 隔天在小文的神医员之下 东梅跑马 果然赢了一个亿 当即他便答应 带女儿去棉被女游 女儿开心坏了 不料一屁股 竟坐在了小文的肚子上 发财后的东梅 准备去感谢一下龙脑 迎走时 他吩咐小文 在家里照顾好女儿 龙脑决定来个情鬼上身 和恶鬼谈判 让他放过东梅 可惜最后谈判破裂 另一边 小文长着妹妹看不见自己 开始欺负起了她 不光喝了妹妹的可乐 还抢她的电视 你怎么搞的 吃的全没了 妈咪 这里有一道符 你拿去贴起来 只给我一道符 就够了 楼下有彩色影韵机 你尽量靠平 多一点 这个女人背着倒霉鬼就差 原本身家千万的东梅 一夜之间变成了富国 好在龙婆帮她 请来了运财童子 又帮她赚了一个地 可倒霉鬼 并不打算善罢甘休 她趁着深夜 再次跑来闹市 突然家里的电灯 忽明忽暗 一看就是家里闹鬼了 胖哥哥 灯怎么会这样 我好怕 可能是那只倒霉鬼 来捣乱 现在怎么办呢 阿姨 什么是倒霉鬼啊 哎呀 小孩子不要问 那么多问题了 幸亏小文及时出手 她猛地蹦出一个响屁 向东梅赴影的所有福祉 贴在了门窗上 可不曾想 恶鬼的法力十分强大 仅用一招 不仅将福祉震碎 还报废了好几块床玻璃 你们两个心上去 我在这抵挡 上去吧 你顶着 我上好 把握快走 可万万没想到 运财童子竟然是个战杂 被恶鬼一把甩在地上 接着又是被按住 一顿摩擦 好在小文猛地用力 一头顶飞恶鬼 直在套了出来 童谣 你是不是太胖了 所以打不赢他 我不是因为太胖 是因为我的运气不好 胖哥哥 我提起你 我提起你 净点 获得力量之后 小文瞬间战略保温 对着恶鬼 却是两个大逼的 恶鬼直接被踹下楼梯 接着小文又一脚 将其踢飞无碗 最后开大 放出一招排山倒海 恶鬼就这样被消灭 弄得个魂飞魄散 可不曾想 妹妹因为刚才意外 将阳气输给了小文 导致昏局 眼看焦快不行了 都没赶忙 送她去找龙婆救命 可妹妹越来越虚弱 那妹妹 你吃巧克力啊 吃完了就会舒服的 我好难受 美丽停止 不不我有事 如果一定有事的话 我宁愿 你得起死 不准说 没想到 誓言很快里面 都没当场去挂 然而神奇的是 女儿竟真的活了过来 妈咪 妈咪啊 妈咪你不要睡觉 你起来啊 你不要哭啊 我要跟你妈咪一块走了 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 你保重啊 我孔子 你不要哭啊 你在哪里 我孔子 你不要哭啊 感谢观看